活有鵝氣之後 大家都一副都是 這個 都不是吹水 但是 我看到台灣的媒體 陸媒和黃媒都很少補這些 兩邊都說說說好 說到鬼死那麼神武 我看到 他們說這個 叫做 習尼斯基的大反攻是 喀爾松 他們說 已經攻攻了東部 只是穿落 他們叫做墜落 其實 不是 很 他沒有說是多大 其實真真假假你也是相信他 真真假假你也是 你也是相信習尼斯基說 是嗎 OK 謝謝你 多謝你先 Karen Kent 多謝你先 我們 又說回澳洲 澳洲其實現在 我們需要人 要人要人要人 所以 之前我們有直播都說過 澳洲的移民政策 是送了很多 不過對於香港 留學生來說 事實上這個 香港 香港Stream 的確令到香港的留學生 容易留在澳洲太多 所以 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也都說 這樣不公平 這個是魔種的措施 其實自從澳洲重新開放邊境以來 作為澳洲最大的留學生的落腳地 維多利亞洲的墨爾本 其實現在 很多 新二澳港人 很喜歡落腳墨爾本 可能是多留學生在那裏 其實以前雪梨就多些唐人 現在可能墨爾本也多過雪梨也不定 當然有些還是打算上網課不回來 中國留學生因為中國還有風控措施 原來還有百分之三十多的留學生沒有回到澳洲 令到澳洲的商家 網穿臭水 希望他們快點回來 尤其是我們說過墨爾本之前 現在好一點的因為有些香港人來 墨爾本市區的 租金 跌得很厲害 不過你看到 現在賣樓的 那些魔爪也伸向了 新二澳港人 又是說得很接近 墨爾本的延室 等於你們中環 中環有棟樓在這裏 有間延室 很厲害 其實 是over supply 在墨爾本市區的延室 是 供過於求的 因為現在 其實以前 很多住墨爾本市區就是中國留學生 現在少了那麼多人回來 墨爾本的商家當然是很思念中國留學生 也是一個很大的群體 最新數據我們看到 好像 接收得最多留學生的維多利亞州 由去年12月 已經有3萬7千名 國際留學生回到維多利亞州 好像有一位來自 中國的 這位小姐姐很漂亮 就是孫小姐 孫正如小姐 她接受ABC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訪問的時候 就說自己 現在正在攻讀室內設計 會不會她讀的就是墨爾本王家理工大學呢 那間學校就出了一個很出名的人叫吳尊 吳先生 那裏是讀的 還有他們很搞笑 他跟林志玲說的一樣 在外國讀書 原來學廣東話都很容易 很多香港的朋友 廣東省的朋友 這樣也不出奇 多講就可以了 孫小姐 她就說 原來 她 2020年 就在中國上了一年網課 她很高興可以回到墨爾本 她2021年就休學一年 直到她回到墨爾本才再次學習 休學那一年她在中國實習 她就說 更加喜歡跟導師和 同學face to face交流的感覺 好享受在圖書館大家一起學習 那也是的 我都覺得 上網課有時候 會有些 distraction 因為你會很容易被人 分了心 不是被網上分了心 其實我也是 我也是 有時候聽到老師會睡覺的 孫狂岳就說她喜歡住墨爾本 因為墨爾本是包容和富有創造力的城市 有個親戚也是 以前在墨爾本大學讀書 她現在去了深圳做工 有詐騙電話打來 昨天有詐騙電話 我都說一下 有詐騙電話 我都跟大馬Sir說過 因為我們剛剛 有兩大銀行的網絡有問題 是的 有人打給我 Hello I am Thomson Who is Thomson 我用你Thomson 我覺得如果你扮 當地電話 西人你都要用一些正常澳洲的口音 我不是說你的口音不行 你專業一點好不好 演員也專業一點 改一下口音才做大詐騙電話 我聽知道你是什麼人 說回來 墨爾本 她覺得是 包容和富有創造力的城市 老實說 墨爾本 是不錯的 墨爾本真是不錯的 但是我不喜歡她一日四季 因為早上可能是冷到積積 中午的時候可能要穿短酒衣 但是墨爾本有一個好處 她的咖啡很有名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墨爾本是世界第一咖啡城市 這件事我真的 有點不解 因為我想歐洲的咖啡可能比較好 我不知道 但是 她的東西是挺好吃的 她的 Fried dining 我覺得 除了塔斯曼尼亞最好 為什麼塔斯曼尼亞更好 塔斯曼尼亞什麼材料都是自己做的 當地 是造材的 當然我們看到 這位孫小姐說 其實留學生是為什麼呢 就是在第二個國家 感受不同文化背景 她又說得對 她又說得對 的確感受不同文化背景有多好 希望更多同胞 維多尼亞洲現在就有十萬五千六百名學生 疫情之前 也有十六萬名學生 也撐起了市區經濟 所以這本CBD為何比以前差得多呢 現在好很多 比以前差得多很多 因為少了那麼多留學生 尤其是中國留學生 以前我去墨爾本必去一間地方 就是這個 香港的醬豆 因為它是燒鵝 我們這裡 燒鵝是要訂的 而且不是在香港做的 是在新加坡的阿姨做的 是要訂的 但是墨爾本的醬豆 我記得那些燒鵝都還不錯的 因為我們小城市 跟墨爾本相比就沒有了 另外 在維多尼亞洲 13萬的學生簽證持有者當中 依然有百分之十八 在海外學習 現在州政府打算加大 投入 推廣墨爾本 作為這個 Destination 的地方 作為留學生的地方 希望恢復到 疫情前的水平 因為整個留學產業對於維多尼亞洲來說太重要了 你不是只看到學費的地方 吃呢 住呢 玩呢 還有家長來旅遊呢 這些都是很大的 而且中國旅客的平均消費 比 其他歐美旅客高很多 這個不是我說的 是澳大利亞 Tourism Australia 澳大利亞的 旅遊局說的 政府也推出了一項新的 恢復教育五年計劃 包括政府 將會繼續對 海外的 留學墨爾本 人士 有些地方就給你三個月的免費住宿 後來他們也投資了一個叫做Stardy Melbourne 一個學習中心 就幫那些人 了解墨爾本 也好事 而且 他們已經 在上海設立了新的辦公室 除了上海之外 你們吉隆坡也有 馬來西亞學生也有很多人在澳洲留學 因為近 很喜歡去的 因為近 而且是一個留學地點 你們最喜歡讀什麼呢 關於醫療的很多 藥劑師有很多馬來西亞人 還有 護士也很多 醫生也很多 醫生也很多 我也有一個朋友 在我們一個小的島嶼 我講他 他有聽過的 在King Island 一位醫生 是我們塔斯曼尼亞 King Island 全島只有幾十人 他就取了一個暗魔 暗魔是什麼 他們叫西人 沒錯 西人 以前這個名字也不是紅毛人 其實也不是每個西人都紅毛 他這個是 金毛 當然 很多 因為你們 如果讀藥劑師去新加坡可以做到工作 就有些回去 胡志明師 他不是在河內 胡志明師就賦予一些 胡志明師也有 Stardy Melbourne的分佈 協助他們回去澳洲讀書 或者新的學生也可以 在印度 斯里蘭卡就不行了 但他也有設立這個臨時中心 在尼泊爾 也是有的 在那裏招下生 沒錯 但是 現在中國來學生還有35% 還未回來 所以他們就希望可以 早點回來 但這個又不是那麼容易 中國依然是有風控的政策 風控也不會妨礙 其實之前記得我們做過一支闢謠 他們不是說在機場剪你護照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有個人放在這個reddit 這個社交網站 之後 被人的 貼文是被人刪掉 但是當然 傳播 那些黃媒全部是用了假消息 什麼自由魯州那些 是假的 那位當時人都自己出來澄清了 是的 他說是別人偷了他的 因為他的visa是cancel了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他有新的簽證 所以舊那個cancel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像是來澳洲 當然可以淡少 現在百分之三十多的中國來學生未回來 其實 很多的墨爾本的 百分之三十五 多過三成 很多墨爾本的商家就希望 他們早點回來 之後 亦都說 留學生 以後 是會有一些優惠的 飲飲食食都應該 吸引一些人 或者叫人再次消費 其實這個 亦都是聰明的 你讓你一點點 但是你換來的 可能是更加長遠的利益 我是覺得對的 除了新南威爾士州之外 除了維多利亞州之外 新南威爾士州 亦都有同樣的問題 希望 這個cbd 即是市中心 快快脆脆 就是 有留學生回來 我也知道的 很多人就是 我有些親戚都是 在維多利亞州市區的公園 其實專門就是租給留學生 因為有些 你看到租給留學生的公園 很多是不帶 車位 市區 因為是密爾本的公園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是 密爾本王家理工的市區 當然希望 中國留學生都可以快點回來 我們這裡 不單只是消費問題 澳洲真的是缺人 澳洲是相當地缺人做工 連那些十多歲 或者老人家都要出來工作 放寬了 剛才那位孫小姐亦都說 以前在密爾本找一份好的part time 很難 現在他都找到一份不錯的part time工作 因為真的很缺人 亦都希望 同胞快點回來 不要那麼囂張 不用那麼寂寞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有一首特別的歌 就要為這節而設 讓大家聽一聽 謝謝各位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早晨 好 睡覺 我也有個不小心 好 看看 在錄身上 文字幕 楊 子 下 你 上起當天月明下 兩人含笑到傻話 心裡的他快歸來吧 這女才是快樂老家 幾番離合再相聚 成功挫敗 難管他 悲愛人有他 快樂唯有他 跟他受苦也罷 他知道否 我再相他